7月3日,资本市场传来了两个大消息 第一个是摩根大通的预警 如果美国和欧洲的惩罚措施 激起俄罗斯的报复性减产 那么全球油价可能达到 每桶380美元的超高位 他们在客户报告中写道 如果G7真的对俄油限价 考虑到俄罗斯的财政状况 该国有能力 在尽量不损害自身经济的情况下 削减500万桶原油日产量 而这可能推升不由飙升至 380美元 此前,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也警告称 如果G7对俄油限价 只会进一步推高原油价格 再次第二个消息 巴菲特旗下公司伯克希尔宣布 将购买990万股西方石油股票 并将持有后者股份达到17.4% 持股总市值约99亿美元 根据该公司 周五晚间提交给美国证监会的文件 伯克希尔为这些股票 支付了约5.82亿美元 同时,伯克希尔也是西方石油最大的股东 目前持有1.634亿股 这些似乎预示着 巴菲特对石油仍然有着自己的看法 我们再看另一边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油价却频繁跳水 6月份,纽约汽油跌了近8% 布伦特汽油跌了近11% 出现了年内单月最大跌幅 那么,摩根大通是不是危言耸听 国际油价还会再次冲高吗? 让我们先来看目前石油的产量和储量分布情况 上图是2021年 全球十大产油国 及其平均日产量 估计很多人没想到的是 产油第一大国,居然是美国 而且是平均日产原油 唯一突破1000万桶的国家 而且,石油生产第二是俄罗斯 第六是中国 估计也会出乎不少人意料 中国人口众多 所以消耗石油的量非常大 根据官方数据 2021年 中国生产原油 1.99一吨 比2020年增长2.4% 是自2017年以来 国内原油产量的最高点 但是2021年 中国还额外进口了5.13一吨原油 花费了大约2600亿美元 我们由此可以计算出 2021年 中国石油对外依赖度是72% 所以 即便中国石油生产全球第六 但是这些产量远不够自己用 再来看 目前全球石油储量的分布情况 储量最大的是委内瑞拉 其次是沙特加拿大等国家 而美国的石油储量还不如俄罗斯 中国就更少了 此前很长一段时间 美国将石油视为重要的战略物资 所以本国的石油开采经常受到限制 后来随着新能源发展 页岩油技术的成熟 同时美国认为 石油的好时光已经不多 开始集中释放产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以全球第九位的石油储备 贡献了第一的产量 我们再来看 近期油价下跌的原因 一方面 全球央行紧缩 投资者对全球经济衰退担忧加剧 原油需求前景减弱 给油价施加下行压力 另一方面 欧佩克再次确认 维持此前宣布的 产量配额调整方案 决定把8月份原油日产量配额 提高64.8万桶 将民意石油产量 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与此同时 由于疫情反复 以及通胀加剧 扰乱了原油需求 如今汽油需求 已现疲软迹下 市场前景难言乐观 导致油价下行 再次俄罗斯方面 尽管频频被制裁 其6月份石油产量 却不减反增 据报道 俄罗斯6月份石油产量 增加了近5% 达到了每日1070万桶 再加上 当前市场已大幅消化 西方对额制裁的影响 所以 对石油供应优率放缓 进一步使得油价出现降温 但这些 只是短期的影响因素 从长期来看 原油供应持续偏紧的态势 可能还会加剧 首先 尽管欧佩克宣布增产 但其主要成员 沙特与阿联酋 几乎无法增加石油产量 阿联酋的生产能力 已经达到极限 沙特的日产量 只能增加15万桶 两国在6个月内 并没有太大增产能力 所以 多方对欧佩克的增产 持怀疑态度 其次 当前美国页岩油 出现供应链瓶颈 限制美国原油 投产能力 各油品供应端边际增量有限 可能导致油价 超预期上涨 更为关键的是 当前地缘局势下 俄石油的不确定性加剧 目前 机器已同意对俄原油和天然气进口 设置价格上限 他们此举的意图 一方面是为了缓解高油价的压力 另一方面 无一是想以此来减少 俄罗斯的石油出口收入 进一步削弱俄罗斯 尽快结束俄乌这场 波及范围巨大的争端 然而 华尔街的分析师们 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部分声音认为 如果机器采取这一举措 反而可能倒逼 俄罗斯石油减产 或限制出口 那么结果就是 进一步推高石油价格 摩根大通甚至判断 机器此举 可能导致俄罗斯的产量减半 每日产量 将削减约500万桶 并将导致原油价格 飙升至380美元 虽然摩根的预测 有点过于疯狂 但也并非完全不可能 2021年 全球平均每天的原油产量 是6964万桶 其中俄罗斯产量 是970万桶 如果俄罗斯产量减半 每天少生产 500万桶石油 那么全球石油缺口 将达到7%左右 可别小看了 这7%的缺口 它足以让原油价格 出现疯狂飙升 因为全球资本的赤血群狼 都在紧紧盯住这个机会 必然会狠狠地炒作一把 这就好比 此前的汽车芯片 实际产能缺口 也不过40% 但价格 最高飙升了100倍 以至于 华强北一帮炒芯片的人 一年赚了数亿 甚至数十亿 2020年 疫情爆发的时候 产油果损失惨重 他们希望抓住机会 大赚一把 弥补当年的损失 所以 即使产油果有能力 也不会有多大动力 去补足这个缺口 其次是国际油资 尤其是华尔街的金融大鳄 他们本来就有极强的 影响油价的能力 一旦有机会 当然也不会放过 巴菲特为何重仓 西方石油这只股票 砸进去 近100亿美元 当然也是对油价上涨 抱有强烈的预期 不过 油价涨到380美元 是最极端的情况 概率极低 以目前情况看 油价至少会在高位运行 很长一段时间 并且 不排除会创出新高 甚至到达150美元 那么 这对于国内又会有什么影响呢 今年以来 国内油价的飙升 可能已经让很多人 有了切身体会 比如95号汽油 每升的价格 已经占到了10元附近 而民间对高油价的担忧声音 已经愈发强烈 这样的情况下 6月29日 中国发改委发布了一个安民公告 公告表示 当国际油价超过每桶130美元 调控上限后 国内成品油价格 短期内不再上调 但如果国际油价 高于每桶130美元的时间 超过两个月 那么油价上涨 就很难避免了 油价一旦持续上涨 必然影响国内的通胀形势 中国的CPI 最近两个月 持续在2.1%的水平 逐渐接近调控边界 而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 也两次提及了物价 随着猪周期的作用 下半年猪肉价格将反弹 如果油价再飙升 那么CPI破3% 甚至破3.5% 都将是非常容易的 与此同时 油价继续上涨 对于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来说 结果可能也是灾难性的 上面两张图 分别是美元利率走势 和日元利率走势 可以看到 在1980年代 到1990年代 美元和日元利率 一度飙升得非常高 为什么 就是因为石油危机 一旦中东有战事 油价必然波动 更何况 产油国往往会联手控制油价 从中余力 到那时 进口石油的国家 将面临压力空前的出入型通胀 必须更大幅度的加息 加息的另一个作用是 让自己的货币更有竞争力 买石油的时候 更划算一些 但高利率 对国内经济杀伤力非常大 会让出口竞争力下降 导致人们消费投资意愿下滑 但为了避免万物暴涨 政府也只能如此操作 于是 滞涨将出现 股市房价将下跌 失业率上升 经济复苏延后 其他的连锁反应还有 天然气煤炭等价格 也会上涨 民行业将遭遇更高的油价 雪上加霜 房地产 消费等行业 也会压力重重 但疯狂的油价 对于新能源行业 无疑是一个强烈的刺激 尽管两者是互相替代的关系 但油价如今已变相成为了 新能源产业估值的推手 油价越涨 世界各国 特别是欧洲 推动新能源发展的动力 就越紧迫 因此 我们可以看到 近期A股较为强势的 仍然是新能源车 光伏等大家熟悉的赛道 此外 油价飙升打击全球经济 各国消费能力下降 出口相关行业 也将迎来苦日子 到那时 笑得最灿烂的 将是石油输出国 以及美国这种资本优势国 资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